明年10月份的中共十八大将补选七位政治局常委 为影响十八大的人士安排 中共元老及他们的子女纷纷出面活动 各大派系之间的争斗更是进入白热化 其中团派代表人物汪洋 力战太子党代表人物薄熙来和于正生 牵动了包括邓小平家族在内的各方势力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掀起唱红打黑运动 外界认为一方面是针对前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 另一方面树立自己是正统红色接班人的形象 薄熙来甚至被毛派称为博泽东 中共建党90周年前夕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强调 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 与薄熙来唱反调 汪洋掌控的南方宝业 一直是打击薄熙来唱红打黑的先锋和主力 薄熙毛引述一位老干部的话说 薄熙来如果进常委 会直接造成中国社会全面倒退 走向灾难 海外媒体报道 胡温强力反对薄熙来十八大进常委 毛洋是继李克强之后 胡锦涛团派推举的第二号总书记人选 他在打击江泽民派系方面不遗余地 毛洋揭露上海市委书记于正生 即将派贪污金湖高铁20亿专用资金案 近来引起外界关注 那这个余正生这个等于应该看得出来 他在上海目前的这个位置 等于一个脚是在太子党里面 一个脚在上海帮里 因为他好像年龄也已经偏大了 这个胡锦涛的十八大班子 好像没有考虑过他 余正生的母亲范锦 曾任北京副市长 父亲余启薇有名黄敬 是江青的前夫 曾任天津市长 伊基部部长 他的家族历史上与曾国藩 蒋中正等家族联姻 余正生的哥哥余强生 是特务投资康生的干儿子 曾任中共国安部北美情报司司长 后被美国中情局收买 1986年携带机密文件叛逃美国 导致中共在美国潜伏40多年的间谍 金无怠暴露被捕 余正生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头号金信 曾受到邓小平的器重 由于于强生叛逃美国 当年邓一怒之下 不准太子党从政 影响了余正生的仕途 直到2007年 他接替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 去年12月在上海大剧院 举行金剧演唱会 江泽民 朱镕基 李瑞环 在余正生的陪同下观看了演出 前任领导人在上海集体现身 外界认为是在挺余正生 朱镕基原来实际上跟李瑞环 政治上并不是走得太近 在中南海之间好像还有一点隔阂 能够把李瑞环 朱镕基拉出来 从台支持这个余正生的 这样一种力量 现在共产党里面 除了邓小平家族 没有其他第二个人 所以这个余正生这个背后呢 应该看到是 这个邓家 要想延续他政治影响力的一种 标筑和努力 今年6月21号 江泽民在上海语书座谈会上 余正生表示 这本书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 他在讲话中 极力赞美江泽民 江泽民原大秘书贾延安 也出席捧场 在中共建党90周年时 余正生到上海交大上党课 给5000名师生党员 谈对党忠诚等问题 而余正生本人牵涉的贪腐案 却不少 2007年 公共情妇斗 拉下了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 财政部长金仁庆 国安部长徐永岳 忠实化董事长陈同海等人落马 余正生也涉案其中 财经杂志2007年揭发 山东最大的国有企业鲁能集团 730亿的财产被太子党 企图以30多亿私有化 其中就包括曾庆红 余正生 王乐泉的儿子涉案 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的弟弟 武汉铁路局副局长刘志祥 2006年 酷凶杀害举报者 及巨额贪污一案 也是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 余正生保住了他的一条命 上海世博会后发生了教师公寓大火事件 余正生组织宣传部门统计发现 以南方报业为主的广东报纸 对上海大火的报道 占了全国各大报纸的三分之一 而汪洋却多次赞扬南方报业 最近又发生了上海地铁追尾事件 外界分析 余正生的试图受到了严重影响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 李元翰 朱棣采访报道